今次由我讲戏,你接下来 就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从很远开始讲戏 就是由一个特别军事行动 中国军事行动去军事演习 我说最奇的地方,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就是 哪有导演他几天了? 可能他知道普洛西来的时候,他已经预备这件事 但也是一个月,由他开始来的时候也是一个月 但是问题是,由我们民间知道也是十天前,不够杀 然后他能够这么短时间,能够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军事演习一定要几个月 为什么中国的动员能力去到这样呢? 就是刚才你说,什么叫动员军事行动 需要几长时间呢? 举个例子,乌克兰和俄罗斯 讲了多久 俄罗斯说演习,演习,演习 讲了都整个多月,才有什么特别军事行动 刚才是打他 怎么会来得到,怎么会这么快呢? 但是你能力就能力,中国可以在说 喂,他真的来,我十天之内就封你台了 已经部署好了,现在已经是实弹飞来飞去了 很快很快很快 你是怕,不是怕他打中,他当然容易,很容易打中台湾 打你台湾,你当然是怕了 而是说,人家随时动员,砰,就封你台 你说,我已经到了,你航空母舰都未到 台湾是怕,怕就怕就说 航空母舰几时到,飞机几时到 人家已经动员,砰,围绕你了 你这东西才震惑到美国 是,所以但是我们两个动员 很多人都说过,就是动员的利害 就是我们在做一个大台 一个动员能力这么高的,就是大台就变成了 我记得我当年,我不知道现在的人可能不记得了 就是,你知道无线就跟阿仕经常斗的 你外面有个坑哪个人吃了 怎么会凹到陆叔叔,阿sir,他们不高兴呢 动员,动员,就很害怕 我记得那一年,阿仕拍一个叫成吉思汗 很安踏,很安踏的 筹备很久了,又回国内拍了 哇,剧本李淑雄亲自指挥,就征丢细缀了 不知道怎么办,挑中了阿sir条根 啊,为什么你们要拍成吉思汗 我们都要拍,阿sir要拍都要筹备 我总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出街,不要紧 我组过阿sir就可以了 那时候就全部停了,所有事,所有drama全部停了 召集了所有片段过来 就立刻开一部成吉思汗 立刻埋位 肩头有花的全部 没错了,写得的,最托的 全部埋位,读人物,看书,起天书,立刻去 然后,不知道一个星期,年无监视,剧本已经有了 然后,那边正在出天书的人物,李慧民已经出了 有肩头有花,监制导演,监制导演,监制导演都不需要 监制全部做回导演 肩头有花 报回大陆看景 道具啊,服装啊 搭入境啊 外景摄影组全部停了,回大陆看景 立刻拍,演员全部埋位 哎,有万智良,好像是万智良做的嘛 是万智良做的 是万智良 打,不是打的就打的,是阿仕的 那就打得很厉害,动员得很快,很快就比成吉思汗更快 我有几次都动员的,无线 就是有有一年,90年呢 老汉仪他们就是跟上沙婆过了阿仕的 偷偷地拿了奥运转播权 90年,奥运转播权是要赚的,要投的嘛 老汉仪和王庄山,他很熟悉的体育 老汉仪以前是无信体育组 拿了奥运转播权 就立刻去卖广告,哇,爆了 那老汉仪,哇,你当然不信啊 喂,你都没谈 就拿了奥运转播权 于是就打官司 打官司就被他打赢了 那这些官司就是,又是大台打赢啦 谁有钱,谁打赢 哦,原来当年呢 里亚洲电视,邱德根呢 打这个啦,那时候又加传会晓了 口投协议啊 有没有效 是的,有,有没有效 那说,邱德根那时候答应,以后我们 夹粉饶啦,好吗 有些口投协议,夹粉饶,试过说 大家就这么贵,买回来 你买广告都未必赚到的嘛 有口投协议的话 可以大家两份饶,一起投的 那就如果读法律的话 第一课就是口投协议是有效的 有效的,是的 捉到这个位置 那时候邱德根没所谓,邱德根都已经... 他打老人痴,我已经打老人痴,什么都不记得了 好了,那又是这样,又是全部停厂 下个月就全部要转播奥运,全部搭警 那又是搭台全部进去,你坐后部门主管 那经典故事就是这样的,他说 周显,现在那个警,什么时候 下个星期,什么时候 那有个不生性的,林超榮就说 阿sir,不行的,停了厂,又有欢乐今宵 接着新闻就说 你说不行的嘛 由现在开始 说不行的那个出去 阿菲那个是陈庆祥 我现在说 一定要得 说不行的那些现在立刻出去 没有不行的 真是这样,我就是陈庆祥的管理 陈庆祥的管理就是这样,就要这么霸气 你知道那些打工仔就已经人了 公务员是什么,不行的 这个就是我当时说 我当时说,不用计划得那么清楚 你如果直接军令如山,抗疫的时候 你要什么时候起来,就要什么时候去 就是这样的 不行的,要地政策很多 你不要跟我说不行的 我什么时候要 这个军令,这里就被人投诉 你先做了,下面很多人投诉 但是你不是的,你军令如山 然后有什么预算,没有预算 大家很开心的 就是你很少,你培养了我打仗的气氛 本来那些战意就说,要看阿仕怎么做 省了,奥运不用做 一点点火头,那些战意一来 哇,做得几个人 最个人就是open budget 要什么有什么 一张之内,没有不行 哇,很过瘾的 那时候又不是这样做了 所以大台的所谓动员能力 是很多人的 你出来的成果 好看不好看,已经另一件事 焦点已经turned 我有,起码有 另一个又是动员了 我听前辈说了 那时候1980年,我没有旁了 就是动员了 楚流香 那时候武俠电影刚刚兴起 书叫蚊十六之后呢 就要拍楚流香 我不知道打什么的 又是要打仗的 是,打天蚕变的 那时候武俠电影 打了,又是全台花弹出来 一个郑少秋吃七个花弹 然后欢乐今宵都仰步 不知道要搭一只艘 搭一只楚流香驱艇 又是打仗 又是,又是全部 一个星期 看本书都看不像 就是拿这个人物 拿这个人物去作 我有看 第一,他完全不是照 做这么多的 不是,完全和什么无关 小传无关 后来,荔极就同时间立刻拍 合道风流也立刻动员 然后拍合道风流 又是找了全部最花弹的 但是一个星期一集 所以比较简单 一个星期一集 最好笑就是合道风流 是完全照着小说来拍的 即是翻版就是照着小说来拍的 而正版是完全不知小说的 但是那部电影我觉得是 荔枝有诗 又是经典 因为是徐克搭程绍通 这部是很经典 但是其实 那些人说荔枝很卑鄙 但是荔枝就说 这次说报一战之仇 因为当初的时候 荔枝就拍《碗花洗剑》 哦,是不是碗花洗剑? 张国荣 然后TVV就拍《一剑镇神舟》 《一剑镇神舟》 《冯寶寶》 《万全》 那几次 所以就是 有一个日本武士过来 挑战中土剑客 是,但是后来 他就将它改了 初期就是《碗花洗剑》 那你再说回《碗花洗剑》 那我当时没有看《碗花洗剑》 那我的感觉就觉得 就是 那个大战的征术就说 他有个宣传 例如说 你一至星期五 就看《无线》《碗花洗剑》 他都说 对 特意的努力 你看不及 看不及那五十五日呢 你就过来看我们 一个星期一集 其实 但是 其实 《碗花洗剑》 《碗花洗剑》 作为一个经典 它最劲的地方就是 郑少秋真是很英俊 那时候 整班花弹都很英俊 真是很英俊 但郑少秋都对了 是全杀了 当时郑少秋又放入草 而他是在 台湾 就是天下无敌了 碰到草留一走过去的都很轻香 最快的原来是胡铁花 吴曼达 因为他们草留很红 红得 真是佳智学民 郑少秋就未必请到 请不到很贵的 那边要拍《草留香》 就一定找到 旁边的胡铁花 吴曼达 吴曼达就留下 吴曼达就花了很多钱 亦都赌了很多钱 得罪了TVB 有一段日子都雪藏 要去写费过书 而且电视大战真的很过人 一打仗 战意就来 我还记得有一年 电视大战很过人 《碗青天大战》 你会听过 就是两个《碗青天大战》 就是人家无线播着《碗青天大战》 由台湾陪任 不知道怎样呢 亚洲电视有个经历就说 原来无线 买到是100集 100集 原来 1801 1802之后 未签 就是 我租约 和你租到 8月 9月 那间酒楼就做到8、9月 10月未签 大家赚钱 没有意义 他偷偷地说 拍零一集之后 那些 给我 那那个人我不说了 那个老板 给你就给你了 有钱就给你了 真是没做亚洲电视 那这个版权就 所以亚洲电视已经有两个《碗青天》了 那些人的面子又黑了 那些人的面子又黑了 那些人的包青天又黑了 就是匪夷所思 可以怎样说呢 你 有得逗 那些人的创意的精力 就会出来的了 做电影的人都说 动员有时拍《喝水片》 《喝水片》也是动员的 很少拍 很急的拍 很急的拍 据说有黄晶说 华诚在那边收钱 然后逼他一个月之后拍完《六顶记》 华诚说已经收钱了 黄晶刚想放假 我听说是自尊说的 然后就逼他拍《六顶记》 结果《六顶记》 竟然是黄晶最好的电影 他自己觉得最满意 还拍两部 对啊 就是上下集 真是很厉害 但他的制作是好的 他都漂亮 全部都知道服装 因为台湾没有很多钱 他整个造型有时 他整个造型 其实全部都是 黄华诚 为什么台湾不行 固然是他的电影本身可以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那时候台湾未开放 你不是那么多片 在港产品里面 正如坐在香港当时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可以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回复保镖 保镖神讽 我们接中部合剧 是看保镖和神讽的 是啊 是啊 但是保镖其实是因为 好像台湾不准打斗超过三秒 所以 慢着 你说一下 样样做得这么急 比如晶刚和华诚合作的《六顶记》 样样都很急 就是急起上来 对于创作人 其实是 其实就是 那个炸药 那个爆炸力更好 都是最后的那天才做 因为我听阿默家说 他说 我们以前新系成 那些电影这么收得 哪部电影能收得呢 如果那些电影 刚刚拍完 去送检 然后那段飞梨刚刚冲出来 他说还湿粒粒的 湿粒粒上午夜场 那些电影就一定收得了 就是他 他说 那些电影 湿粒粒上去 那个放映室 那个卷那里 那些电影就收得了 越急越赶 越收得 他自己总有个感觉 放在一边等很久 那些电影就死了了 我的感觉就是 他不是撕到潮流 你为什么这么急 商品是潮流 你一过了就没有了 所以 还有创作人 我现在都是接着工作 如果阿周圈有个项目 慢慢搞 慢慢搞就不仅价 你不要接 水都慢慢来 周圈是这样 后日要 你一定要做 因为他给你日子 他有钱 你越拖得慢就越压之压做 越急越赶 是越好做 一定要接 我们谈刁是这样的 如果慢慢谈 那些刁一定不行 如果他今天不找你 明天他就破产 那些刁多说 有日子说很急很赶 通常我们制作人 一定要做 我都劝年轻人 你不要说 这么辛苦 我试过一只不过 我跟导演在谈一个戏 已经开了 月尾开了 然后他说 超雲 你知道导演 刚刚完就开第二部戏 就在谈 拍一部就完 就谈下一部 我帮他搞下一部 月尾就开了 超雲你有没有时间 什么事 我上一部 原来还没卖尾 没卖尾 那部照片 是呀 因为老闆不满意的结果 编期就走了 走路原来没有钱给剧本费 就是这样 然后他说 下星期就要拍了 这么急 你做不做 这么急 当然做 这么急 一定能完 一定有钱收 完后就有钱收 那些照做 我试过有几接这些 电影急救做 是很好做 当然出来有成品 就是懒狠底 有些不得 但是 又博到猛 心态不是很好 那部戏就赚钱了 那部戏叫做Liggo Liggo对对碰 因为一定要抓Liggo Liggo新年财 黄之华、张大明 那部戏要开 女主角就是盧考音 为什么要开 因为一定开得很急 华宇说 张大明和黄之华那张约 签了几年 今年年底就完 一定要拍 你不拍那张约就没用 立刻拍了 Liggo Liggo对对碰 就是说打麻将 那也挺好 小明说 那里是新年 不是新年 是新年前一档 就是年尾 未有新年大档 前一档 年尾档 刚刚有恶气 又说新年东西 又说打麻将 又收得 那叫小明去 封一封大历史 都挺好 他有人情味 Liggo Liggo 放出新年财 那时越急越赶 年轻人不要害怕 那么急那么赶 怎么做 这些叫首十二码心态 你不好是应该的 好是Jetport 你已经不用输了 还有就是 就是你能不能做的事 就是看这一刻 就是动员 就是动员 下星期搞不搞定 你动员 就是手上有人 我手上的那些人 我用的那些人 有一种是职炒的 我真的很少拆人 第一种是职炒 就是我需要你那一刻 我很需要你那一刻 你没有出现 我需要你那一刻 你日子就做 我叫你这件事急事 你一定要这样 就是这个是最基本的 这个做事 做朋友 和爱情 都一样 那句对白也是这样 哭着 Jerry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不在我身边 那就真的散开了 哈哈哈 死定了 好了 刚才你叫我出来 都不算是最需要的 是吧 不需要 哈哈哈 OK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